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吧 也没干啥呀 全是我跟酒在那边弄的哪都是 你干啥了 突然要先洗 有点东西啊 有点东西 二爷有点东西 二爷再紧一下 那也就是也累了呗 是吧 行 找齐了呀 牛啊 那就是你们了 好吧 过来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愿家 然后验了七茶茶 然后 我说一下 所以刚才 狼人茶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刚才 就你们这几只狼 把我们摁在地上打的 根本头都抬不起来 还在白天商量什么出预员家 然后晚上商量拍几道 所以我抱着 验一下的心情 我就验了一下七号 井辉流 你们听不懂我的逻辑就慢慢学 反正你们只要知道七十郎就可以了 这个逻辑不是重要 你说验人家验人有逻辑吗 验人家验人也没逻辑 对吧 验完之后 上帝告诉他 他是什么身份 验了七十茶茶 然后井辉流 二十顺眼 为什么不验九 因为我觉得九十拿 然后他就冲 当然他拿好人 也不一定能会沾我的边 但是我就是不想验九 我就是二十顺眼 七茶茶 别的没有什么 好吧 我希望后面七的同伴 发言能发的好一点 好吧 然后 别的没有什么 等会骑士 发完言直接发动技能 那个向七号玩家发动技能 好吧 骑士你肯定活着 好吧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怎么说 这把你又吃毒了 我感觉 又在扎声上还搞什么 我不太信心 因为一号玩家 上把摩擦你的人里面 可没有七号玩家 站在你脸上的 不是 谁是老大这声音吧 那个六九十十二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拿预言家 应该这几张牌里焰吧 以你的心路历程来说 所以我觉得一 不是诈身份 就是老嘛 十二听不出来 我觉得四号玩家 确实是有身份 拿完牌 看牌的时间 稍微久了一点 确实有身份 但是好人 狼人也不一定 好吧 我不太想摘面一 因为我觉得 他的心路历程不太对 当然一号玩家 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不好意思 确实是读错了 不好意思 下次还敢 好吧 别的就没啥了 我觉得一不像 听后面跳吧 我觉得四号玩家 有身份 十二号玩家 不知道 够了 四号玩家 请发言 四号玩家 看得久一点 可能有没有考虑过 四号玩家 是个文盲呢 就是不识字 我就是 那倒不是因为那个 上一把 真是南村群狼 骑我老武力 居然敢在白天 就在这个地方 欺负我 但是我这一把 老天爷告诉我什么呢 就是说 上一把 并不是你 人生中最高的身份 这把就给你个 更高的身份 哎 看一看 咱们这把是 我看看叫什么 哎 咱这把骑士 哦 你能说给我尊重点啊 什么十二呀 一呀 四我跟你说 我是四 三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 你最近 你也放尊重点吧 嗯 我最近手气比较冲 嗯 总是能抽到一件 牛逼的角色 嗯 一号 我不多点评了 他能抽到预言家吗 不像 不像啊 不像 我也发现了 今天这个版 咱们主要打的是一个游刃有余 是一个乱象横生 嗯 不能再像起 就是小黑没来之前 咱们每个人按照这个严丝合缝的逻辑去打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骑一下王宝宝是不是也行啊 紧下才能起 紧下才能起吗 嗯 嗯 那我不着急 哦 我都听完你们发言 你们都好好说一说吧 今天我的 也想听一听大家 很久没有听大家发言了 仔细听一听吧 嗯 我过了 五号大家去发言 那你找着老的愣吗 没有 那你开心啥呢 怎么最后两张牌 你是个骑士 我就 对吧 我就是个平民啊 我感觉六号玩家要起跳 六号玩家 纯纯一路 他都这样了 他刚才都是这样 他对这一把是这样的 然后开始看这看那 不一定是个语言家 但我觉得六号玩家要起跳 看你表演吧 过 六号 那请发言 我发言 七号我精水啊 为什么要摸七号 因为就是 就这个压力很大 他坐我旁边压力很大 所以摸一下七 七号精水 那后面还有 八号 十一号 我觉得 一号应该是那样汉条狼吧 直接戳吧 当然退水直接戳 我要摸一下那个二号 因为二号这个 位置低一点 是一号 在井上的时候 起跳的时候 也是说了这样二号牌 然后其次的话 是二九十 三张牌在井下 九十我的队友 对吧 之前是我的队友 上一把 上一把 我的队友吗 那你可以戳戳我 对吧 然后 因为上一把是了队友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井下三张牌 摸一张就应该可以了 然后井上在 我觉得三号牌 那张位置 还偏好 四号牌自己挑一张神 井上 八和十一 听后面发言吧 我觉得还是摸井下吧 我觉得二和九吧 我想摸二喝酒 过了 预言家 七号精水 你把一号 可以不用戳 可以直接投 然后你去找那张 狼美牌 你再去戳 你去 你 四号 四号牌 四号牌配置这么高 我觉得你找个狼美 应该不是有问题的吧 我都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告诉你 它一定是一张 狼人牌 就是它跟我起跳 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你不会还要去 对吧 你的作用应该发挥 发挥的更 更彻底一点 饱满 饱满一点 没有必要 去戳一个小狼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张小狼 我带流流美了 过了 七号精水 锦灰是二九 七号玩家请拍摇 那目前我肯定战边六 一号 那肯定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骑士不用有太大压力 想骑谁骑谁 那反正 反正 就已经聊到这个地步了 是不是 别骑我 你是有对跳的 对不对 不用 千万别骑我 其他的 其他再说吧 一号会不会退水 因为三号那个位置 说一号是诈身份的 对吧 那其实我是没想到 三号能点到一号是诈身份 那三号给一号一铺垫 那一号一会儿万一退水 后面再有一个跳起来 也没准 是吧 反正三号提点过你一号了 你就看你退不退了 反正现在没人信你一号 你非得给我发叉叉 你就看着弄 好吧 那就看后面还有别人体跳吧 我觉得 一号三号很奇怪 我就说这么多 我确实是好人 六号 至少目前 我肯定得跟六号斩面 我挂了 那什么意思呢 你怎么接了个叉叉 不把自己的身份亮明呢 像我 一个坦荡荡的好人 如果说接到了一个叉叉 不管这个叉叉 是狼人还是好人发给我的 我必把我的好人 真心身份亮给别人 你怎么一句 你怎么 你怎么 我上来陨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白天不能做 你这么一个好人 不把你自己具体身份打出来呢 什么意思啊 什么时候退的水啊 就是他刚才要摔的时候 那这我圈圈姐 你得跳一下的啊 你这不跳一下好像是 那我就 我先说两句话吧 我觉得冯小彤是我见过最开心的骑士 我也不知道他拿的骑士 凭什么在这臭开心 别人拿的骑士都是愁美苦脸的 他还觉得这场上身份最有比 急的怪了 是一号玩家请发言 酒精水啊 酒精水啊 哈哈哈哈 那个很荣幸和六号玩家 小切磋一下 那个燕九号玩家 我们大师赛老爱说那个心路历程啊 其实不过其实是因为直播才有心路历程 私下打其实没那么多心路历程 主要是十十二七八我都不会验 验三吧 就跟作弊一样 因为我怕三号玩家是好人 他猛跟着我走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其他的人里面 我也不想给大家太多的压力 那总要有人 然后我又答应我们家宝宝们 不验一号玩家 因为他容易成为焦点 他们会看他很久 所以我就是说一个 那当然也要轮着吧 上次验过了 所以我们就那个 就剩下的牌里面 然后六号也是刚来的 所以五九里我觉得 耿雪儿摸狼平时发言也挺好的 所以就选了耿雪儿 但是他是好人 好吧 所以不要卧槽了 十号玩家 你不管是狼还是好人 你今天我看你敢不敢投给 那个小帅哥 你这边还有 嘴巴小帅哥 你最好 那这样我看 因为十号玩家还没投票 然后九是我的金水 我觉得耿雪儿肯定会占别我的 然后那个 其实呢你要按照正常狼人杀的逻辑呢 是要把二号玩家和前置的 比如说八号玩家 留进井户流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想 验井下的二的 十是看投票的 因为九已经是井下的金水了 因为 毕竟二号玩家 我一抓一个嘴呢 对你来说 所以说呢 根本就是只要听你发言 和看你的表情就可以了 好不好 刚才那个小白车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明明八八 我这边手都已经花了两道 他知道是砍二 对 没有我只是说那个双数我也没找到 所以那个我们就井户流留一个 潜流一个 五八顺宴好不好 那这个事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四都跳不起事了 我觉得三跟一发言的时候 一不是给七发查杀吗 那个三号玩家是发言不太像认识一号玩家 二我觉得他发完也我能抿出来 然后六是对跳的狼人 十二号玩家其实还可以十看投票 九是金水 所以位置我们压榨在五八顺宴好不好 那七号玩家呢 我不直接定歪哥说 但太简单了 因为歪哥都说占六了 但是歪哥发言的时候一没退水 我们按逻辑来说 七号玩家当时接了个茶沙和一个金水 那他只能占边六号玩家 所以如果他井下再说 我要占边六 那我再去盘六七双狼 好不好 那我们剩下的其他位置好不好 我们就投一投票 然后小童老师不要忘记 谁是你的粉丝 是不是 是 请你 小童说起我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很期待看到这个画面 那就让小童老师在那个六和十一里面 我们稍稍地判断一下 希望九号玩家不要投错票 我们警方留一句压榨在五八了 过来 好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现在是退水时间 等在井上的玩家有六号十一号 请二九十三名玩家在我到时候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二号双九号 投给十一号 十号玩家弃票 十一号玩家当线警帐 昨夜 平安夜 请警长检则 警 soir警有开始发言 十二号 よう 我现在可以骑吗 可以 我骑 我骑1号 牛逼 骑我 确定是吧 好 4号玩家骑士发动技能 决斗1号 1号玩家死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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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好名去天爱情币 太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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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过节了 感觉到过节了 对 我们解决的是有延迟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画面之前 就知道 我们说 这什么情况 其实把自己的戳子 但是那个 对 而且事实还是现在 导播把 那个 放进去了 对 首位 请闭眼了 确实 但是那个 有些人捕捉到了一些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比如 谁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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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 面目标强 强颜欢笑 有点什么 对 一脸茫然 一脸茫然 一号玩家怕这样的 那个 这有点穿搭呀 大家稍微那什么 导播注意一下 背景音乐是有的 现在 对 就是把那个 场地里面的声音 也放开 音乐声麻烦关一下 诶 好 突然清晰了 大家觉得谁是原家 刚才 他说十一 我说我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啊 我确实说不知道 我就觉得九十一 肯定同身份啊 就是十一号玩家是狼 九号玩家肯定也是狼 但你说谁是原家 因为人性 你人性上的时候那些对话呀 什么这些东西流露出来 一些东西 反正我就觉得九十一 反正从十一号玩家 发言的那些内容上来讲 我觉得九十一肯定不是 不是那些 所以我 我确实觉得九十一可能同身份 所以我不觉得说 因为我也没听过耿雪儿发言 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原家 因为六警察给七发金水 那你觉得一六见面吗 嗯 一十郎给七发 柴山六给七发金水 是猛攻击了一号玩家 所以现在逻辑上好像 是不是六号玩家更像一样 你觉得这比十一要像 对好像 因为一现在是稳定的狼人嘛 一号玩家也是被一个 那个明晃晃的骑士弄死的人 嗯 那你说一十郎 那就有可能一六 你说六十郎 就有可能一六七都是 嗯 一六七都是也不太可能吧 所以我觉得 我没分清 嗯 再看是吧 但是反正咱们骑士是挺牛逼的哈 是不是 稳定先戳死一个再说 管他是不是越南 反正 戳一个觉得最不像 对 最不像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早退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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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我再想这个一号 那今天游戏也有点差啊 第一局第二局 这都是第一天 这个天 天还没黑 就人美了 就是送他两个字叫暴毙 人美了可还行 一号玩家一会就全作为了 天还没黑 那现场好像好了 那请回现场 先回去吧 昨夜 11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警长一交警徽 警徽一交给5号玩家 警徽一交至5号玩家 5号玩家当选警长 6号玩家自报 进入黑夜 对不起 谁算了 丢好玩家 丢好玩家 嗯 哎呀 谁说我生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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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这里 我就被这些弹幕骗了 我们谁是原家 所有人都跟我说什么用 我以为人就好玩家 不很挑衡 你们这些弹幕是怎么回事 对吧 我被他们干扰了 哎吓死我了 然后音乐还是没有关啊 对对对 导播稍微关一下那边的音乐 对 嗯 我被弹幕骗了 那还是 你看 我边的女玩家 是不是 跟上玩具枪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别的事 跟玩具枪起瓶 是不是那个5号开 运气加能力 运气加成呗 嗯 反正我觉得好像 站错边了 我接下来就不说话了 也不算站错边吧 对吧 因为在十一发言的时候 你你也都说了 比如说像什么 九十一统身份啊 什么 如果这狼就是两个狼 那隐身 咱们两个人也稍微聊了一下 隐身下来的话 这个再有骑射版的话 这个汗跳第一天把自己同伴给卖了 这种情况啊 哎那你觉得七还是吗 我不知道七号玩家是不是了 因为 小一则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给七八 查他六给七八金水 也不知道七号玩家是什么 嗯 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可能七是好人 七景尚说 不知道 不知道 要不然但目的告诉告诉我 七号玩家是什么 但我通过就是七是一个好人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负责任 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 一六是两个狼人们 对吧我们已知了 十 十好像说是没了 大家就觉得十是狼 看着 这个很难说有什么逻辑来说吧 对吧 一六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狼在拿七 写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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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句实话 七号玩家在狼队的话 有这个必要吗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是让七号玩家你吃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想让七号玩家变得越透明 消失在大家的事业里面 会好一些 不要上来就被注意到 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对吧 因为你狼队少了七号玩家 就确实是很损失的一件事 所以其实他们同伴的话 这样就做文章 我自己觉得 那先回去赛场吧 嗯好先回去吧 昨夜双死九号十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五号警长选择警左警右开始发言 七号 七号玩家请发言 唉 我也不知道 会玩的什么玩意儿 就 因为 十一号的明确警徽留的是五八身业 对吧 他留的五八身业 你只要守一天十一 你就能知道八号地牌的身份 那就是不守呀 干什么玩意儿呢 嗯 你 不守十一 一号只能给出一张五号身份 你守了十一 所以 外这位死个神 八号身份肯定就能知道了 现在八号是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八号挺高兴的 但你现在要说八号是狼 你有证据吗 你没有 你只能知道五号是 你只能知道五号是好人 那就五号自己去开始弄吧 好吧 但是我觉得 初七 我反正就是平民 五号你到处归票 你也别有太大压力 反正这轮次 因为死了两个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狼刀在先 那是一定的了基本 因为 有可能守卫走了 因为我肯定是好人 我就是个平民 我要是狼的话 我就现在就汗跳了守卫 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你要是想出我也不是不行 反正 也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后果 好吧 舆论方面 嗯 然后 这盘就算因为你输了 也没什么 反正我第一盘是没赢 我这盘要再没赢的话 那就不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守卫 我好好说 我觉得守卫真的应该去守十一 因为你一守了十一 你能知道五八两人身份了 你不守十一的话 现在 乱守 原家被卡死在第一天夜里 就比较难受 而且你又让我第一个发言 我也不知道狼是谁 我自己底牌是个平民 我就说这么多 好吧 我就说你们这帮狼是演的真挺像 四号 齐一号 你们都快站起来了 我是想我一个好人都没那么高兴 你们都还上桌子的鼓掌 我真 你们是真的会演 我过了 这不是最牛逼的 就当所有人在演的时候 还有人放弃抵抗 不演了 很沮丧 沮丧的在这个场上很突兀 但我不能点是谁 因为我当时还是沉浸在这个欢乐的海洋当中 突然之间感觉 这个方向好像是有的人变得很冷漠 不知道为什么是觉得队友傻逼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 然后这个 七号牌刚才还在这打我 我要是没记错 你是接了这个六号牌的金水这件事 你是不是有点瞭望了呀 那 当然了 七号牌在井上说了一句是 赞赞这个六号牌 所以说我也具体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然后咱们其实相当于是 没有太多的这个信息 除了井上的一轮发言以后 这个牛逼的骑士牌就已经骑出去了 所以说我在前日被第二个发言 我不可能说是 给出过多的结论 我只能说是 刚才我在记忆当中 有一个人不那么开心 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一想 不太能想起来那个不开心的人是谁 我希望后面记忆力好的观众 或者是其他场上玩家帮我回忆一下 帮我们想一下 谁不开心 谁鼓掌 鼓慢了 然后 别的就没什么 我听徐元宇的 徐元宇这拿的挺非 龟票还能龟错呀 我过了 12号要请发言 12号要请发言 我记得 16 多人的户户就要6 不错不错 结果起来还有自爆 我唯一能有的信息点也没了 但我觉得歪哥是真着急了 是不是 什么时候跟我们说 你说我什么狼 有证 我们玩这个游戏 什么时候讲过证据了 大家不就是说 随便问问问 他要有证据 那这样吧 我们浅盘几个逻辑 首先 确认的狼是1跟6 对吧 还剩2 那我们把锅甩到 这个11号玩家身上 他是保锅23以及12的 那么其实就是说七八里 今天就是要出人了 嗯 对的 那出7还是出8 是有一个点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 11死的 就是说 这么就是这么快 就说一名几会六里 可能有个狼 啊 就是不是5的话 那就可能是8 就是垂死一挣扎嘛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死死的吧 有点 就是说 有点 不明不白 但是这个死 我又觉得他不太像个狼 因为他是夜间 先说这个骑士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骑士 真有可能像这个2 嗯 说错了 首位 很像2 因为9 应该不会就是说不首 但2很像是一个 就是没首的 就是首位 也行吧 行吧 反正这边我暂时都盘不到 所以7跟8的话 我觉得7相对来说 稍微捉急了一些 我是不怕的 我是不怕 他就说就是这个舆论 好吧 因为我微博好久没动静了 来点视 来点视察 都行 好吧 我不在乎是什么 只要有人来 好吧 那就 都是客 那我先这样 我觉得5号应该听懂我在说什么 好吧 过了 2号应该发言 2号应该发言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 现在是16是两张明狼在 15是两张明狼对吧 16 两张抱走的狼 因为90是两张死在夜里的牌 一张吃刀一张吃毒 90年不知道有没有开张狼牌 现在情况不好 常常两狼在场 情况好一点 90出那么一张狼牌 那一狼在场 那我觉得10号 不知道 反正他是没上 他是7票那张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张狼牌 但是你12号 今天归7 8PK 我是想出8的 因为我觉得7号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5号不要出7 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逻辑 仅上三张狼牌 在这给你把7号打成交点牌 不会的 对吧 1号是张狼牌 被骑士插死的 对吧 他发7号查杀 6号也是张狼牌 起身发7号精水 他们三张狼牌这样操作 我觉得不应该 如果不这样去发查验 7号就选择站边外 随便一发7号会淡出视野的 今天拉不到7 8PK 所以我觉得7号应该是张好人牌 对吧 8号牌呢就聊得含糊不清了 说看到了一张 不太不太开心的人 也不是谁也不点出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8号牌不太好 我觉得出8吧 对吧 因为5号你是精水牌 至于那张首位牌是谁 没关系 就可能没守11那天晚上是为了薄心态吧 对吧 薄心态呢没剥上也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就12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人牌 3我也不知道 4是7是5是精水 7 8里面我肯定是出8的 7号5是我认的好人牌 对吧 因为他被狼队打硬死打成一张焦点牌 第二张啥上接了精水 在井上没必要这样的 对吧 所以7号这样好 那今天肯定出8呀 我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过来 3号玩家去拍一下 做读的 20是饮水 读10是因为井下9是精水 20是饮水 然后10 而且投票还气票 我觉得11是愿家 10应该不太会气票吧 所以就把10读了 不知道读对没有 7跟8我也觉得8像狼 但是8号玩家表演成分有点重 什么意思 老美人想出去 还是就剩你一个了 不知道 我也觉得 我也倾向于7 8里出8 我觉得12这轮发现还可以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笑的太开心 我反应比较慢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电光火石之间 但我也没有因为6号笑的慢去读它 我就觉得起来再聊一聊嘛 别的就没啥了 那就怎么说 弄一弄又是几连神 4号玩家 这个 没啥了 我觉得12发现还可以 7 8是两张吗 7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说6那个位置换其他人 可能就要盘 比如说给7发金水 他们都是供身份 但是我觉得1起来查查7那感觉吧 其实还真不一定 我也建议先出8 但如果7 8是两个 还有老美人可能会输 因为如果他们两个都是老 那9肯定是守卫走的 那也没办法 就这样吧 我不跳他没找到我对不对 那就这样过了 4号玩家发言 4号玩家发言 你知道为什么4号玩家一抽到神牌 神就排排坐在一块吗 这就是那种巨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那种力量 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游戏 咱玩的就是一个莽撞 玩的就是以一个鲁之神 倒拔腿仰柳的这么一个玩法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时我不会 在这个传统的玩法之中 读这个在6和和和和谁来着 和十一之间我我选一个人骑吗 因为一号他怂了 一号这一辈子我没见过他怂过 但是他那个表情就是6号爆太快了 我们不能就是两个一起死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居然把灯给摁灭了 他除了真死以外 我很少见过他把灯摁灭 我当时我就一眼盗住了 我说一号 今天晚上我就要告诉你什么 叫人类的赞格 就是勇气的赞格 我立刻就把他给弄出去了 而且我跟你说 8号 为什么今天 当我现在也就是胡说 因为我已经干过我自己的事情了 我觉得今天应该出8号 因为8号贼喊抓贼 你知道吗 当时谁没有开 就是没有那个欢呼的那么开心 他就是8号 我当时已经看见了 8号第一个反应是 就是那种 我说骑1的时候 我立刻就看见了8号 8号跟他 怎么回事 你应该骑7应该骑6 怎么会骑到8身上 就是那种表情那种微妙那种 一定是他 所以我觉得是他 当然我也不负责任了 你 而且就是 这是银水 这是女巫 这是 这把玩得很好的人 然后 就是 就是小黑 所以 你是金水 7 8之中 我觉得你把8出了 咱们差不多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 再把7出了 或者再把12出了 嗯 我过了 我是觉得7 8的都是狼 哪个人 狼美 我们在场是 两名三神 那 守卫 但守错 三神啊 守卫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 三 三 三名两神吗 不一样吗 如果我们今天 这守卫 要走了的话 是不是已经输了 有狼美的情况下 是 哦 是啊 我是觉得7贼像狼美 不然 1起来给他发个茶沙 6给他发个金水 你首先 16是不是见面的两张牌 那他们凭什么能骗到7呢 7如果不是狼的话 他俩起来 我给他发个茶沙 你给他发个金水 一会儿他就相信你是医院家 凭什么 6凭什么能骗到7呢 所以我是认为 我一开始就觉得6是起跳是个狼呢 我一开始以为1是个医院家 6是个狼呢 7也是个狼 我还在跟你说 你得把7起了 7 8 反正你们都告诉我出8 那我就先出8 我本来其实真的挺想出7 那我就出8吧 好吧 过了 这位玩家发言几十五号警长请归票 8号 警长归票8号 其他玩家请在我到时候投票 3 2 1 请投票 7号 8号投给12号 其他玩家投给8号 8号玩家出去前刘宴 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警长还那么天真 还在这研究这个 哎呀守卫在这什么今天守卫明天守卫呢 这个人呢应该是个守卫 那个人呢是个冤家 1是个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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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子沫子沫是个狼 这个 反水是个狼 牛肉干没赌错 这个7呢是一个好人 这12是个狼 这边呢都是好人 所以说刚才我也没有在 就是这轮发言去 打这个7号牌 那我告诉你们了 我说外之卫有一张 那12号牌发言很好的点是 他在那个位置紧接着我的发言 直接把风向转到了我们这边 说了一句呀 11 11刚才什么保了这个2312 瞬间把这个 舆论转了过来 那你们既然这么就选择 那出我吧 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认的点是啥呢 可能平时吧 这个个人形象 经营的不是特别好 哎 结仇过多 哎 可能是被有些人认为是轨迹多端 那我没想到这个5号牌 这平时坐在我身边 今天离得远了 就 心远了很多 真的是让我挺那个啥的 哎 我最最接受不了的就是3号牌 这3号牌怎么还能投在我身上呢 哎呀 哎 合计说这个这一季精神大赛3号牌进步了 哎 回去了 8号玩家已经结束 哎呀 先给玩家配戴好面具 天黑请闭眼 好笑 好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这个报人家出局啊 其实 厂商的局势是 西班图十二们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十是一个独队狼 十二是最后 是一六十十二十四个 对对对 呃 按着按说 SYM就是十十二 就是七八十两个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对就是七八十十二出两个 七八一样是两个 然后十十二一两个 其实5号玩家的思路有点对的 一个地方是说 如果你们都说八十一个狼的话 就要打七 是这个意思 因为七八在那个位置上 是有一个有点暧昧的一个 八十狼 八十是这样 八十狼的话 六给七发金水 或者也其实没什么好人 嗯 而且就是按照今天这一阵的发言 七发的一个眼神 好 好了天亮 我们先回去看吧 请 今章选择四多次又开始发言 三号和五号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九号是不可能干出第二天不守十一这件事的 全场能干出这件事的我是觉得十二 所以我肯定自然而然把二摘了 三的位置他如果是狼他应该自己不可能 就反正我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这 四号玩家 你告诉告诉我出谁 反正我就觉得是出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起来给七发茶沙 六给七发金水的时候 我就觉得七得是个狼 虽然当时没有盘到一六是一个团队的 他起来捞这个七的那个状态有点 嗯 七号玩家PVA我 我不知道 这这这 反正你再聊聊呗 好不好 我是比较想出你的 但是没关系 就是那边有俩人跟我说呢 你俩跟我眼就眼就滚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对 你首先得看你出的八号是不是狼呀 对 你得先想你出去的八号是不是狼 因为我上一局我跟八号一起投了十二 所以七八一定是同身份 要么都是好人 要么都是狼 对吧 然后 我这盘底盘就是个平民 而且你已知现在你一会问问二号他是不是首位呢 肯定是九号是首位呀 那九号首位在上一晚死掉之后 如果七八里面有狼随便焊跳个首位不就可以了 我们先这位发言随便焊跳个首位 或者哪怕我在这个位置焊跳女巫直接要出三不也可以吗 因为底盘就是确实是个平民了 你们就剩十二十二一张狼 然后看着弄美今天就是七和十二你们看着出一个 就完了吗 而且而且其实当时一号出局那个状态就特别象张狼美 所以不用考虑狼美还在这种情况 如果狼美还在这就一定数 因为狼美晚上去连三号 然后你今天不管出不出狼美 你外这位出人他还是会死嘛 所以只能在七和十二里面出了 就七和十二出就完了 就说这么多过了 稍后你再次发言 其他位置肯定是咱就甭聊 因为他是你的饮水嘛 二不管他是不是首位都是三的饮水 那我这把肯定是跟七匹嘛 就很简单 我先对话二 你说的那套逻辑就是一跟六没有必要把七做焦点牌 但那底看他们当初做的时候是为了做七焦点牌 还是为了做六水愿家 因为一要先给七发了茶沙 六给他发精水 才有一种力度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捞这个七 六号玩家是为了自己做愿家 而不是为了搞七十焦点牌 所以你那套逻辑呢 你得再想想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七跟八做了什么事 我知道三很难接受自己读十 可能读错了 因为七八他们俩是同时觉得我十二嘛 七做的事情是他先指责这个首位 你觉得他指责的时候是真心指责还是阴阳怪气 这一啊 二是八号玩家往这边指的时候 他说有人呢欢呼的不是很高兴 脸色比较差 他想指的是谁 他想指的是你三号玩家 对吧他眼神是往你那边看的 想做你 但没想到你身上女巫他也很尴尬 对吧 反正我能想到就在闭眼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应该要怎么去聊这把怎么表这个水 但是也就能聊这么多了 但是这种大优局我相信你们应该还是蛮冷静的吧 初夏七游戏就结束了 好不好 这么难思考吗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他讲的那种他跳女巫啊什么 酒一定是首位这种在我这不成立 因为我认为二十张首位派 我不觉得九号那是首位派 所以他说起来跳女巫 我觉得也不一定能跳过三 他已知一定跳不过你们 好吧 都是他们自己战术没有打出来 然后在那聊 过度我没有这五号人家有点东西啊 讲些发言 想把锅甩给二跟三 嗯 我觉得你相信自己你讲七跟八是两郎的时候不就已经盘出来了吗 好吧 过了 二号人家请发言 就反正我是一张饮水派 不用管我是不是首位派 对吧 总归我是一张好人派 你是张金水派 我是张饮水派 她是张女巫派 嗯 我想出十二 因为我一直认七是好人的 对吧 我说的那套逻辑也说的同 你说的那套也说的同 关键是咱们看打哪套逻辑 对吧 就我认七号是个好 就你的逻辑告诉我七八是两张狼牌嘛 今天你要出七嘛 昨天你推的七八今天 昨天你出了八今天要出七七八是两张狼牌嘛 对吧 昨天还拉七八PK了 今天还打七八两张狼牌 我觉得七八应该不是两张狼牌 为什么 咱们回顾一下 景上一号给七号发茶沙 七号聊完之后 八号起身对话 七号 你怎么没交身份呀 我接了一张茶沙牌 我都给大家交身份 你怎么没交身份呀 对吧 你是啥呀 你不说 你觉得这个牌是像两张认识的牌 我觉得不太认识吧 七八能做成两狼吗 做不成八 对吧 再说你一六七八四张狼牌在井上 给你打出一茶茶七六去发七精水 八号牌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格式 我觉得不应该吧 这七八应该做不成两狼 说十二吧 我是好人牌 女巫除了三没人了 找不到了对吧 那三号肯定一定是真女巫 所以我就觉得出十二吧 十二应该是最后一狼 那可能是十独队了 好吧 过了 三号玩家提发言 嗯 反正 如果说老美还在 可能是输 应该是输了吧 其实二你是不是守卫还挺重要的 你是守卫的话 七八到了个名 对吧 所以 我想了想我觉得读十 倒不是我读了 我就觉得他是狼 是觉得十号玩家 十一是冤家 十号玩家会骑票吗 对吧 你要从十的身份来判定 因为你确定了十是个狼 那十十二就是双狼 你觉得十读错了 那七八就是双狼 逻辑是这么弹的吧 那我是觉得十应该没读错 我是从这个 这个观点觉得十十二是两个 七号的话 他是个狼 一号警察查杀狼都有七 六个狼都有发金水 因为六号玩家第一次来 他不太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不能说六给七发金水 六七就一定是同身份 这个也不太成立 嗯 要不出十二吧 要不就浅出一下十二号玩家 要不就浅出一下十二号玩家吧 我觉得我读十没读错 主要是 说过了 所有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五号警察请归票 归票十二 进入归票十二号 其玩家在我倒数我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十二号投给七号 其玩家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出局请留一言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朋友们 很像在演戏 你们是自己给自己大信的 哎 你们几个身份是明明的 我金水 银水 女窝 现在可以相信七号玩家 是个狼了吧 那么我们现在有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 当然我现在问二也没有用了 我们只能赌一手 二号玩家真的是守卫 九号玩家不是 这才能赢嘛 对吧 因为只剩三一个神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也活该呀 因为二号玩家你自己盘的呀 我不知道我哪点逻辑没打动你 包括三 我以为你 因为我理解你 因为我在我这说了 我说很难接受自己读错牌 是吧 肯定你跟自己洗脑说我读对了 读对就读对吧 为什么十跟十二一定是双朗呢 我不知道啊 然后就是这个 你还给自己说这个七跟八 他起来说七 你怎么就是不报身份 这就更像两个人认识 但是演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了 我是一张好人牌 跟你们聊这些也白扯 但我觉得自己功力是退步了 跟七PK 我都能输 七号玩家 不是应该就是说分分钟被我搞出去吗 怎么会这样呢 我只能承认你们是为了脱池城 好吧 过多的是没有了 我希望好人能有二号玩家 希望你是个守卫吧 好吧 过了 好 七号玩家选择击杀三号游戏的时候 狼人这一伙手 给大家复一些盘 本球游戏狼人为一号六号七号八号 其中狼美狼美人为一号 首位为九号 冤家为十一号 女巫为三号 骑士为四号 二五十十二为四张平均牌 首页首位守护一号玩家 狼人击杀二号玩家 女巫三号选择救起 冤家验证 九号为好人 警上先选环节 十一号玩家 原家拿到警徽 第一天白天 四号骑士 其中一号狼美人 进入黑夜 第二天夜晚 首位守护九号玩家 狼人选择击杀 十一号玩家 原家验证五号为好人 第三天夜晚 首位守护四号玩家 狼人击杀九号玩家 女巫选择读掉十号玩家 第四天夜晚 狼人击杀四号玩家 第四天白天 狼人七十二PK 十二号平民被投出局 厂商辞职 已经没有守卫七号玩家 选择七十三号 与席结束狼人正应获胜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好 叫我家是狼 太打脸了 我刚才还言之左左跟他说呢 你跟二号玩家 看的逻辑完全一样 正逻辑 确实确实 那确实好像五号玩家 在第一天说七八 都有可能试着说 还挺挺挺挺 是那么回事的 其实那一圈 聊过来之后 就是样子就是十三 就是七八两个 因为你打八就要打七 确实是这样 对对 你觉得八十狼 对对 你觉得八十狼七是排不掉的 对对对对 因为确实也是 就是像双狼的结构 他们两个人 对对对对 不过八号玩家一烟很好 八一烟 是有点打心态那种 八一烟发的很好 然后发完了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八十狼 可能七八都是好人 就在头十二号 人家就是狼狈 主要还是在女巫的视角里面 觉得十二号人家 压手不太像好人 还有就是井下 那个排水土 建议狼队下一把 三号人家不带狼队 一天还看三 我觉得三号人家买牌了 又拿女巫了 又拿圣女了是吧 对对对 又拿女巫了 排水土没办法 对 为什么投身份 七八为啥同身份 你认为七八都投了十二啊 在投票之前 应该说那一圈的发言 你如果说是找双狼结构 咱们打出富裕来说 因为十号人家读他 说他一定是一个狼 这个话很难说 我自己觉得很难说 没有铁逻辑 只能你说觉得他像一个狼 可以排水土 我觉得七八王家 其实第一天聊的真的挺像好的 只不过逻辑上觉得 一有茶牙七六给他七发金水很强 一六七十三个 我自己 但是七真的嘲讽首位那一段真的很像 狼人 很像好人 对 我自己是七号玩家的发言 我自己是不太能听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水平能听出来 他的发言能听出的身份 我单纯是认为一六是两个狼 跟七号玩家做 就打这个配合来说的话 有点 操作上来说有点给七号玩家怎么说 压力局限性有点大 如果换作数目 我不会这样去复制自己的狼队友 就把他打到一个焦点位上 但是这局有点核心 因为一号玩家是狼美人 六七八都是小狼 而一号玩家是狼美人 所以就 一号玩家是狼队比较想要第一天要保护 或者说让他 至少活两天吧 对对对 活到后面 然而已经被我们机智的骑士一眼看不出来 但他确实有点坐上来站上 有点坐 他这个其实是很明显的一种说法 就是狼队利用上一局 你比如说你这一局拿一个狼 你上一局拿一个好人的时候 做了什么操作 这一局去模仿这个操作 让别人错觉你和上一局的身份也是一样 他可能就是想要这样一下 对没错 嗯 副线盘办吧 那个狼是六七八 然后一号玩家是狼美人 然后女巫是三 首位是九 原家是十一 然后骑士是四 对 然后二五 二五 十二十四个平民 对 至于说这个首位那一天 他是守 他是自守了吗 对对我们是自己不 虽然没有问过那个九号玩家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九号玩家的边肯定是站队的 他不可能说是奉卿原家是自守 我我我我可能奉卿原家自守 因为那个我觉得好像一字报的时候不太像六同班 但也说不好 但是我有可能会是守一守六 也说不准 真的吗 但是九号 但是九号玩家肯定站队边了 这因为他是一个接金水的人 对 他如果是别的位置的一个首位 你还可以说他 他他他 而且场上觉得狼 我觉得九号玩家肯定找着四郎 很觉得可能他们会偷自己守卫一刀 然后就就 对他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守卫 因为他是金水 他如果是外主位一张透明的牌的话 就是可以隐下去的一张牌的话 他是金水的话是比较焦点的 可能会被狼人抿的 或者说是踩去什么战友会偷他一刀 对就就比较害怕 对因为有时候守卫真的很容易就被外主位偷一刀就透没了 对偷掉之后直接跳守卫谁敢推啊 单边守卫谁敢推呢 就很难推掉 对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九号玩家的问题 我觉得九号玩家自守也没问题 就是说守守一下十一可能会能让十一号 人家有警回流爆出两天验人 但是没爆摔两天 或者说他他如果守着一个便宜就是逼老人自帮 那你说就是没有守着便宜就是那先砍了那 换句话说守了十一号玩家砍了九砍十一 爆出来八号人家查一刹那八字爆再砍一刀 最后还剩一刀吗 顶多就是做十的十号玩家是一个好人身份 做了十是好人身份有可能前往人家藏不住 这有道有可能 嗯 但这些也都很难说嘛 对也是后后 其实就是堵心态 其实就是堵心态 反正我觉得好像这把游戏五号玩家 其实表现还挺好的 因为在第一轮发完研一圈结束之后 只有五号玩家说七八有可能是两个了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别管你盘队还是盘错 所以我作为一个也盘错的人 我是觉得如果厂商大家说觉得八是一个狼 因为那一天的风向是七八PK嘛 在七八里出 如果你认为八是一个狼人的话 你就要打出双狼结构 要是七和八人 对 就是八是狼七号人家不能宅 对 除非你觉得七是狼 八号人家是不一定是狼 有可能七是狼八是好人 但是八是狼 七就不能是好人 就是逻辑上 如果是我自己我听发言的感觉的话 就是七是狼的话 如果那天你定七是一个铁狼 八号人家就也最得适得同伴 我自己的感觉 如果有双狼结构 如果十号人家读对了 那就另说 只要有双狼结构 七八就得绑在一块来说 但是你比如说看六号 七号人家后志瑞的精神 六号人家后面还有七八十一十二四个人 如果说你觉得七号人家 因为他给的是七号人家精神 你给了七号人家精神的情况下 如果八号人家是狼 那七号人家是大概率的狼 要不然后志瑞只有三个好人 还有一个狼同伴 但是七号人家是狼 其实是不一定能把八号人家是狼 还是好人的身份定道的 所以这大家的基点就在于 如果你在那个轮次觉得八是狼 其实应该七号人家是要进视野的 这么一个视角 所以七八是两个狼还是可以 但是七八也可以是两个好人 就是我觉得可以是两个好人 或者七十郎八十好人 八十郎其实是 如果觉得八十郎 是要优先进考虑七号人家是狼 对 就是不太能存在说七号人 八十郎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说不好 但是狼队也是怕七号人家是好人 他难道不怕给他发金水 给他给人家头上 那其次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虽然结果能来说七八 就是六号人家给七发金水 他们俩是狼队有 但是在一个骑士的板子 因为骑士第一天大概率 除了被奴堵掉 这种情况 大概 大概率他是要起来工作的 要为大家分辨出来 别管出对出错 他要为大家分辨原家 如果这局七是一个好人 六是一个狼 这种格式也未必是不存在 他就如不太一种 就让你们觉得我就是 我其实就是信了这一条逻辑 所以我定错了 而且我认为他们是想要 用掉七的身份 这样的 反正夜里面肯定安排的六号人家 焊跳 这应该是跑不了 因为一不可能焊跳 狼美 对对对 然后六号人家就接着跳 所以应该是安排的六号人家 但其实最后一天三号人家 有一话说的没错 就是说 其实二号人家底牌交了的话 可能会更有助于大家思考 因为如果二号人家 刀准 对就是刀准 当然不是不尊重十号人家 和十二号人家的刀法 就是说有可能九 如果二号人家是一个平民 九号人家是一个守卫 那有可能大家要考虑一下七号人家 是狼人刀准的这个问题 而且心态博盗了 把十一号人家砍死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 可能打出经验之后的感觉 是是是 所以那个其实跳 跳一跳可能会好一点 这是三号人家说的 没有毛病的地方 但确实三号人家觉得 可能自己读了十 因为觉得对十号人家 身份判断 那十一号人家起跳原价了 那十号人家拼下压手吧 所以三号人家就把十号人家 读了也是很正常 包括警下 除了二九两个明确的好人 就只有十号人家为了身份 所以三号人家开读 十号人家也就排水了 这就很正常 咱们第三局的板子是 换狼 本来定的是孟严守卫 然后改成了狼枪守卫 就是把孟严化成狼枪了 狼枪守卫 这也是我网上还比较喜欢玩的一个板子 其实 我觉得可操作性还挺多 就是有这种 你拿狼枪会跳别人家吗 我不会 我是百分之一百的支持小狼汉跳的那种 我也是百分之一 我在狼队不会让狼枪去 我在狼队我极度要求 就是绝对要求狼枪不去喊跳 因为狼枪喊跳属于破坏了 所谓的就是逻辑 就是你狼枪喊跳翻了枪 这个东西就是正逻辑 就已经确定了逻辑 就是谁是演家谁是喊跳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不太愿意让狼枪起跳 狼枪喊跳就变成狼队有一点怂 我自已是不喜欢这种打法 就是第一天变成一个如果看风向好人 只要有两三个战略编子 对吧就感觉是哎呀 没办法冲啊就是必须倒勾 倒勾的话你就聊的到后面 越聊越多越聊越多 怎么能聊不好人 当然我这个理念跟别人讲过 所以我面纱的朋友们只要确定了 谁是喊跳谁是原家 如果确定了喊跳狼是小狼 就把我直接忙堵掉 因为我是不要 我是要求狼枪不许喊跳的 就是我在狼队我是 就是基本要求 我也遇到 但当然我也要见到我的队友 有一次他们就说 他们说我喊跳了 肯定是喊跳 所以百分百头 因为我不允许狼枪喊跳 我也感受过这样的态度 但我确实也拿到狼枪喊跳 因为我队友好像都是排放 他们不愿意跳 哎呀怎么突然感觉到 大家谈论的都不是游戏呢 对吧 我觉得谈论谈论游戏多好 谈论谈论晒板 所以这么精彩 这游戏谈论的不少了 我感觉他们的游戏谈论的不少了 哎大家还是以快乐为主 对吧 我们带是在 都是家人们 对吧 我们带是在这个 是家人局 对不对 你看我在第一季的时候 刚刚有人说京城初期赛 我好像第一季的时候 七号玩家只要向远家 就把七号玩家投死 七号玩家投死 感觉经验不足 那会就感觉天天听七号玩家 感觉都是喊跳 就天生的对七号玩家不信任 就有一种恐惧七号玩家配置的感觉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 有一点点 可能熟悉度心得了 可能 可能稍微在判断预言家上面判断的 稍微 有那么一点点能耐了 转而言就进入到解说间了 也有名堂 对 确实 就是经常 就跟七号玩家 就跟歪格打游戏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 会有这种压力 会有这种压力 会有这种压力的 对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也别说什么那个 精神初期赛 你怎么感觉 我好像是这样的选手 那现在不会了 现在 确实那个 那会儿特别早的时候 周玉坤 就财包子有一次 我们总结了一下 说判断七号玩家到底是不是原价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说你当场上 大家的风向都觉得七号玩家不是的时候 那么七号玩家肯定是 当然有很多人说 七号玩家有可能是原价人 但七号玩家大概就喊跳了 因为都有队友 因为好像大家对七号玩家判断 身份不是很准的时候 大家就不敢占他 或者不占他 然后就发现他大概率都是原价 这是我们当然判断的一些小心得 这是之前财包子说过的 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站队过几次 小小的编 站队过几次 财包子快回北京了好像 财包子好像将在 好像说是毕业在北京找了工作 但是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这么确定 因为他签没签好像 没有没说 过段时间再说 反正他如果回北京的话 我们肯定会把他拉来的 对不对 对肯定会 但是很期待 对 刚才有人看说那个 心疼 四号玩家一局没赢 这个 四号玩家虽然 我觉得大家输赢看蛋 对不对 那四号玩家今天是不是 游戏也还是蛮高光的 我觉得还挺高光 他愿家发言这么的钢铁 他其实表现这么的厉害 戳 戳 朗美的 其实 还有比戳朗美的 其实更厉害的 那你越夸 越夸四号玩家 你就啥意思 就说一号玩家不好呗 拉挂呗 骂人是吧 我没有 怎么余解说 现在余解说怎么都这么尖锐呢 说话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好啊 廖伯老师还会来吗 说到廖伯老师 我也是还挺想念 跟廖伯老师搭档解说的 那个时候 廖伯老师也是一个 很有梗的玩家 在场上还是在解说间都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 可能是进入夜间了 所以那个 就是你们会在下一天 下一天那个天亮之前 大家想跟我们聊天的话 都可以弹幕来说的 对对对 我们看到会尽量回复 或者你们想传达一些什么 在他们夜间的时候 对他们想传达一些什么 我们都帮他们看着 但是传达不传达回径啊 但是尽量没有收手机 我看在第一把的时候 怎么还有人在那看手机拍刀的 就看大部分说 大部分你们觉得 大部分说 大部分说 是白痴啊 就是谁是白痴帮我们拍个刀 对对 狼队还是挺厉害 这两局都是一刀取胜 第一把这个 那个狼队直接在线 给大家重现如何拍到 就如何秘身份嘛 对不对 确实不好找白痴 狼队 谁知道白痴超猎人啊 但他们的系统其实就是 找一个身份 对找一个身份 对对吧 还是挺厉害 就是排平民嘛 他想平民他想平民 这几个都不考虑 就考虑这几个像三分 最后锁定到两张牌 就真的是挺厉害的 对 锁定两个 确实也是啊 该炸干净的都炸干净了 那八十一的平衡 对对 连那个说 那个问他 我跟你说 二号玩家你帮我投的好不好 二号玩家说我投十二号 你这么高 有一点点十分 对吧 如果圈圈是一个猎人或者白痴 就优秀了 就天秀好吧 那十一号玩家 我来帮你们找身份 让自己是一个猎人 肯定十一号玩家 确实是平民啊 嗯 那个女解说叫夏天 别问了 那个明天他将会有名字在这里 对 期待一下好吧 明天希望你能锁定一二一二三 继续来看这个有解说 对 有名字的解说 明天我们也会有 飞行嘉宾来 对不对 明天还会 有诅咒 对对 有精气给大家 据说有权王 有权王 会有精气给大家 好久没有权王了 可以期待一下 对 嗯 下一局的规则 下一局就是那个狼枪守卫啊 守卫就是刚才也都网过了 知道守卫就是守什么 狼枪守卫 对下一把是狼枪守卫啊 大家之前可能看到个什么颜首位 但是下一把现在改成狼枪守卫 狼枪就是 出他可以开枪 但是夜间如果那个被毒啊什么就没有 他跟猎人就是狼队一个猎人 这么一个功能吧 对他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板子 就是平常那个板子 只有一个猎人的时候 你猎人出局是要翻牌开枪的 但是这个板子就是 猎人跟狼枪都不能翻牌 他们都是在出局的当天 可以发动技能 带走一名玩家 对对对对 所以你狼枪不焊跳 留到后面你在出局 比如白天被人投了 你开枪 你也可以说自己去猎人 嗯 也是一种战术 那感觉很多次都 我反正就干了这种事 然后 然后 然后